大家好,我是晚安,歡迎來到這個賽馬報告,我是主持世榮 最近天氣又轉回冷了,不知道大家出街有沒有穿多件衣服呢? 沙田的賽果剛剛有泥地的賽事關係,因為有百進爆冷的原因,又令到大熱門,例如紅龍,甚至很多大眾勤區增情落敗,會拖低大熱門勝出率 由季初直至現時為止,大熱門勝出率是29%,相對三甲率是63% 我們一起跳出香港,看看接下來谷草九場賽事,有堅仔但沒有天氣先生的預測吧 可以見到元朗之星在八場的三班千二中,其實上一次賽馬報告都會見到 元朗之星趨拆了放在前走之後,因為千四前速比較好些,也揹著超輕磅 但去到千二米的時候,他就很搶口,變了沿途放得比較快 身邊三甲的馬,其實全部都是一些後上的馬,如果放頭可以頂得住,其實只有他一匹 這次文家良,見隻馬落了班,繼續找陳家熙去騎這隻馬 所以這次跑谷草千二,可能不用去到終點前就腳軟了 因為放得正確,在一檔,組斷不用大力吹拆坐騎之下,相信這隻馬也會有比較好的走勢 不用捱到千四那麼遠,千二可能已經到終點了 好了,今次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大家如果喜歡這個節目,歡迎訂閱我這個頻道 也有很多節目,繼續稍後為大家送上的 多謝各位收看這個賽馬報告,我們下次再見,拜拜! 我們下次再見,拜拜! 呃